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曝而北韩四区更是达到超大豪雨等级 从淡水到三只经过台二县可以见到 来到潜水湾地区已经多出淹水 大家好家游战之前更是淹水有半个轮胎高 水位最高时连公车都进水 而万里区家头社区更是从凌晨就开始淹水 水淹超过70公分 那从今天早上就凌晨开始就下起了暴雨 尤其是在五六点的时候 那雨是非常的强劲 那整个我们的淡金路上来讲 比如说是淹水最深的话已经到40公分 因此的话整个人车都没办法通过 那我们就已经先行了风桥风路 那为了安全起见 那整个八连溪也都水势的暴涨 那当然有一些的民间的那个屋仔也都进水 那整个还有贪搭的情景 那灾情也不断的拥入到的工作 来到万里区大棚里社区中可以见到不少家户都拿着扫帚在扫水 淹水甚至大到把住户的冰箱都冲了出来 超过70公分的积水大约影响了五户的民众 而当地的里长家中更是难逃大雨淹水 我们这边就有了我本身这也是我家嘛 我本身这边就淹到七十几七十几 七十几很多地方都淹了 很多地方因为有些地方是排水过后 那个排水不凉 那都激起来雨太大了 一下子就没办法排出去 所以还造成那么大的灾害 我们三支到十美地方 那地方灾情更为严重 那希望民众在这段时间 那尽量不要走我们淡军路这个地方 对此三支局长表示 将会持续来关心区内各地好大雨的情况 也呼吁民众 气象局发布超大豪雨特报 请注意自身的安全 若是发布土石流黄色以上的警戒 前世西保全户请配合撤离 确保人身以及家户财产的安全 记者 烙平函 北海岸综合报道